大家好,我是肖文 老话说,麻绳专挑戏处断 厄运专挑苦命人 韩国一名十几岁的少女 因父亲的不良对待而被迫离开了家 没有一技之长的她 为了养活自己不得不以出卖身体为职业 或许在她的梦想里 在一息钱就可以回去好好地陪伴母亲和弟弟 可还没有等到她把钱攒够 就遭遇了意外谋害 该事情的主人公叫金珠希 在与家人断绝的联系之后 年纪尚轻的她 在没有任何生活技能的情况下 只能游走于酒吧和各种娱乐场所 从事各种兼职来获得一份温饱 在这个过程中 她也接触了很多灰色地带 所以在二十出头的时候 为了生存 她选择了接客来获得收入 离家很多年的珠希 也逐渐知道了生活的冷暖 并开始想念自己的家人 所以她联系了自己的母亲 给她寄钱 并且还经常照顾自己的弟弟 她想 等自己攒到了钱 就回到他们身边 好好享受这些年缺失的温暖 于是时间一点点地往前走 珠希也一点点地 在为自己的梦想而努力 转眼间 时间来到了2003年 此时的珠希已经32岁了 辗转十年 此时的她在釜山营岛 继续从事着接客的工作 8月23日晚上10点30分左右 她接到了代理人的电话 一名客人在旅店里有需要 让她赶快过去 这对珠希来说是很平常的一件事 几乎每天晚上都会发生 但让她没有想到的是 这一趟生意 让她的梦想也随着生命戛然而止 当晚11点多 代理人看到珠希还没有结束工作 觉得很反常 按照以往来说 一般20分钟就结束了 于是代理人便给珠希打了一通电话 可反复几次 一直无人接听 于是该代理人便打电话 找到了这家旅店的老板 让他去帮忙查看一下情况 旅馆的老板先是通过拨打客房的电话 试图直接询问情况 但是却无人应答 所以他决定直接上楼去看一看 在他来到306房间时 里面悄无声息 无论是呼喊还是敲门 房间里面都没有任何的动静 于是他尝试性的轻轻拧了一下门把手 房门就这样直接打开了 而房间里面就只剩下了 倒在雪坡之中的金珠希 接到旅馆老板报案的警方 很快赶到了现场 案发现场一片杂乱 男人的内衣 外衣 袜子 眼镜和手表无规律地散落在床上和地上 烟灰缸里还有两个已经燃尽的烟头 现场还有一个使用过的套 根据分析 内衣的尺码为100 眼镜和手表也都是男士用品 在房间的入口处 还散落着一把带有血液痕迹的刀具 不出意外 这就是凶手用来作案的工具 随即警方将这些物证都收集了起来 送去了技术分析 同时他们还叫来了法医对女子进行检查 经鉴定 女子全身有十余处伤痕 其中致命伤是来自于胸口 结合现场的线索 警方推断 受害人是在与凶手发生关系之后遇害的 并且第一次攻击的地方应该是在床上 由于攻击并不强烈 所以床单上只有少量的痕迹 因为这次的攻击引起了女子的激烈防御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她的手臂和手掌位置都留下了巨大的伤口 在了解现场的线索之后 警方对旅店的老板和周围的民众进行了问询 试图了解案发现场之外的情况 据旅馆的老板所说 案发当晚10点20分左右 一名30多岁到40出头 身高大概170的男子来到旅店要求住宿 并且询问了老板是否有提供特殊服务 于是顾客至上的老板就联系了他们这一带 从事这一行业的代理人 让他安排人过来 然后就安排了金珠熙金女士 再之后 老板就发现她失去了生命迹象并报了警 在这一过程中 306隔壁的303房客 表示听到了女子被谋害的动静 这两个房间只有一墙之隔 起初房间里传来女人的尖叫声 引起了她的注意 于是这名房客就把耳朵贴在了墙上 随后就听到了打斗的声音 并且伴随着女子的呼喊 救救我 在她准备去查看到底是什么情况的时候 就听到了开关门的声音 应该是凶手逃离了现场 不一会儿就传来了旅店老板的呼喊声 据她所说 旅店老板来的时间和凶手逃走的时间极为接近 从时间上判断 两人甚至有可能在楼梯相遇 可旅店老板却表示 自己上楼的时候什么都没有遇到 警方分析 或许是凶手听到有人上楼 便躲到了往上的楼梯处 与她错开 随后再进行了逃跑 被女子的尖叫声所吸引的 不仅仅是303的房客 还有住在旅馆对面的一个住户 也听到了声音 她当时有跑到窗前查看情况 不一会儿就看到一个穿着睡袍的男子 匆匆忙忙的从旅店门口跑出 当时她就觉得可疑 而这个时间也正好和303的房客 描述的相符 不出意外 这个穿着睡袍的男人就是凶手 于是警方开始展开调查 警方调查的方法中 有一种叫做犯罪心理测写 就是通过犯罪者的行为方式 推断她的性格 再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 对犯罪者的性格 职业生活习惯进行剖析 为调查提供线索 根据现场所得到的情况 测写师朴先生表示 受害者的身上有十几处伤痕 说明罪犯在作案时 存在过度攻击的情况 而一般过度攻击 大都发生在报复类案件 根据韩国以往类似的案例来看 很有可能在服务的过程中 触动了凶手内心的自卑感 让对方觉得怨恨 从而进行了谋害 现场警方所发现的衣物 散发着很难闻的味道 当时又正直夏天 一个不注意身体清洁的人 女子在服务的时候 肯定会有所敷衍 甚至流露出厌恶感 这可能就是 引发罪犯下手的原因 并且罪犯在作案之后 所有的随身物品都来不及携带 匆忙逃离了现场 说明谋害金女士对于她来说 也是一个没有想到的结果 所以她很慌张 只想着逃离 当时 现场留下了很多凶手犯罪的痕迹 包括她的衣服 作案工具 甚至她的DNA 都被提取到了 在掌握这么多线索的情况下 警方觉得 这应该是一个很快能征破的案子 警方将从现场的烟头中 提取的DNA 在信息库中进行了比对 但没有发现一例和她相符 也就是说 在此之前 凶手没有因为任何的犯罪 在警局留下DNA的记录 随即 警方又调查了案发现场发现的其他物品 眼镜的度数不高 右边50度 左边25度 像这样的度数 哪怕是不戴眼镜 也不会影响正常的生活 而且这种框架的眼镜很常见 也很廉价 所以根本没有办法通过眼镜找到对应的人 除此之外 罪犯所留下的金手表也是假的 在市场上也很常见 因此也不算是什么有用的信息 唯一一个特殊点在于现场所发现的作案工具 作为一起意外事故 为什么罪犯会带着工具呢 而且这个工具被打磨得非常的锋利 手柄被擦得干干净净 没有留下任何的指纹痕迹 既然它都已经擦去了指纹 为什么不将作案工具带走呢 针对这个问题 测写师给出了一个答案 在罪犯看来 携带一把沾上了血液痕迹的刀具 在街上行走并不太合理 也很招摇 所以他选择抹掉指纹并扔在现场 在DNA和指纹没有很好的收获情况下 可用的线索就少了很多 所以警方又走访了受害者的家人 看看会不会有什么新的发现 而朱熹的母亲和弟弟 谈到已经遇害的亲人时 泪流不止 他的母亲责怪自己没有照顾好女儿 所以才让她走上了这条接客的道路 最终导致这个悲剧的发生 在对朱熹家人的走访中 警方了解了这位女士不幸福的童年 但也得到了一个有用的信息 在案发的前几天 朱熹发短信告诉母亲 自己好像被人尾随了 针对这个事情 警方又找到了案发旅店的老板 了解是否还有别的情况 果然老板有所隐瞒 金朱熹的手机被旅店的老板藏了起来 里面有旅店提供特殊服务的信息 还有他和母亲说 有人尾随他的短信记录 并且凶手最初来的旅店 找该服务时就提出了一个要求 表示自己想要年长的 众所周知 杰克这个行业吃的是青春饭 而这个时候的金朱熹已经32岁了 在这个行业里已经算年纪较大的了 而且在他们这片区域 比他年纪还要大的也并不多 所以凶手在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 就可能已经知道了 来的人可能会是金朱熹 而旅馆的老板为了掩盖自己店里 就有直接提供该服务的不合规事实 所以在案件最初只是告诉警方 他仅仅是找代理人帮客户介绍 自身并没有因此获利 而他的这个行为 也让警方错过了最好的调查时机 结合这个情况 以及案发现场的线索 警方推断 罪犯很大可能在之前 就已经观察注意到了金朱熹 并且了解到了他的职业 所以在旅店时 他根据金女士的情况 提出了对服务对象的要求 起初应该只是单纯的释放欲望 但是在自卑感被激发之后 罪犯便对金女士下手了 如果这个推断成立 那么凶手应该是经常在这一带活动 所以他才能了解和注意到 在这一带出没的金朱熹 为此他很有可能就是附近的住户 或者是工作人员 这一点也在旅馆对面的邻居处得到了证实 在案发的七天后 该邻居表示 他再次看到了凶手在旅店附近转悠 釜山营岛是一个有着多个港口的海滨城市 依靠着港口延伸了船舶 鱼业 进出口贸易等有着大量就业岗位的行业 如果罪犯经常在这一带活动的话 那么他肯定就是这些职业中的一个 再考虑到他的衣着风格 如此炎热的夏天 凶手依旧穿的是长袖 而在这种天气里 只有一些特殊的行业 为了保护自己需要这样穿 例如汉工 需要长袖来保护手臂不被灼伤 所以起初警方怀疑 他是附近船舶零件部制造厂的汉工 而汉工属于技术性的职业 所以每个厂就那么几个人 于是警方对该地区的所有汉工进行了筛选 很遗憾一无所获 但他们在工业园进行排查时 在一家餐厅偶然间得到了一个线索 餐厅的人谈论前来就餐的水手身上 总是散发着难闻的味道 这让警方突然想起 凶手所留下的衣物 不也是散发着难闻的气味吗 而且除了水手之外 经常和海鲜打交道的渔民 以及海鲜市场的从业人员 他们的身上一般也不太好闻 据此他们决定一一进行排查 现场所发现的内衣品牌 写的是三星医疗 所以警方就询问了 出售这个品牌的商家 这类衣服一般都是往哪里流通 根据商家描述 这类衣物一般都是出售给企业或者是机构 基本不往国际市场流通 了解了这一点的警方 找到了一个海员介绍机构 该机构会向被介绍的海员 提供工作服和装备 而该工作服中的内衣和袜子 与现场发现的极为相似 这种类型的服装 一般都是水手才会有 还有就是从水手退休下来的渔民 那这样看来 基本就可以锁定 罪魁祸首就是一名水手或者是渔民 找到方向的警方很兴奋 与此同时 在海鲜市场调查的人员也传回了消息 罪犯作案的工具 在市场被业内人士辨认出了用途 表示在这码头附近 需要随时用到刀具的职业并不多 而随身携带的更是少之又少 而且根据警方所描述的那种规格类型 并且被打磨的格外锋利的刀具 一般是渔民 尤其是捕捞鱿鱿的渔民经常会用到 因为只有锋利的工具 才能更好地将鱿鱿切割 于是警方试图找到案件发生前后 港口的出入船只记录 以此来找到罪魁祸首的船只 但是那时候的管理相当地松散 记录丢失了很多 警方所了解到的 仅仅是事发前后 大约就有70艘渔船从港口离开 凶手或许就在这70艘船里 但这个范围太广了 因为这些船只 除了韩国本地的水手之外 还有很多外籍工人也在船上工作 而且这个时候的偷渡非常猖獗 如果罪犯通过这些船只 偷渡到国外来逃避法律追捕 那在这个信息和调查技术 都不发达的年代 根本无从差距 而所有的线索 在此时都变得失去了作用 在那个时代 想找一个没有任何信息登记的人 难以登天 哪怕警方再努力 这起案件的档案还是被封存了起来 等待新的线索出现 十年后 也就是2014年左右 一名瓢性的水手在醉酒后来到了警察局 声称自己十年前在旅馆谋害过他人 然而在他清醒过后 又矢口否认了自己之前说过的话 当时 警方提取了他的DNA 和十年前罪犯所留下的DNA进行了比对 却发现没有丝毫的关联 而随着闹剧的结束 这起案件又再次被封锋 据说 在那之后也有记者试图采访朴先生 但他却失去了消息 当时在联系到他的家人之后 发现他的家人也已经有两年多没有见过他了 他们也不知道朴先生到底去了哪 2018年 韩国的知名电视节目对这起案件进行了报道 这时距离案发已经过去了15年 3040岁的凶手 这个时候已经变成了一个中年大叔 节目组通过和警方配合 利用现代的技术手段 将罪犯的外貌和性格 做了一个简单的资料在节目中播出 并向全韩国的观众征集线索 他们随后便了解到了当时发生的另外一个情况 2003年7月下旬 也就是案发前的一个月 一名居住在营岛的崔姓女子 在一次外出的时候 遇见了一名男子 和节目组所描述的嫌疑人有些类似 当时在路上相遇时 这名男子毫无征兆地袭击了崔姓女子的胸前位置 紧接着便疯狂大笑 随后迈步离开 这名男子没有丝毫想要逃跑的感觉 只是正常的迈步 而当时该事件发生的很突然 所以崔姓的女子没有来得及报案 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 这名男子早已经走远了 不仅仅是这一次 同年9月 也就是案发后的一个月 崔女士在去帮自己父亲干活的路上 有一个推着自行车的男子叫住了他 让他帮忙看一下 自行车的后面是不是卡住了石头 正当他准备低头查看的时候 那名男子一把抓住了他的头发 将他拖进了一条小巷子 并试图侵犯他 好在当时有一个外国水手经过 将他救下 据崔女士描述 尽管那天晚上的灯光昏暗 但是他一心能够辨别出 这两次是同一个人 而且这个人和节目里所描述的男子极为相似 最重要的是 这两次事件距离金女士去世的旅馆 只有一公里左右 这不得不让人怀疑 魔害金女士的真凶也是同一个人 或许是因为时间太过久远 除崔女士之外 再也没有了任何有用的线索 所以直到现在 人们也不知道真凶到底是谁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们的观点和看法 祝愿大家新的一天美好健康 我是肖恩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